这个男人平日里看起来是个温柔可爱的大男孩 然而到了背地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 光天化日之下跟身为刑警的女朋友一起生活 跟刑警的老爹一起工作 还说自己将来要成为一个普通修理家 重案组几十号人没日没夜地追查他 最终却只找到一根毛 而他每次在犯罪现场都会留下一个标志性字母币 所以人称KillerB 甚至在网络上有着许多狂热粉丝 还有人专门给他创立了专属网站 因为他跟普通人不同 他只杀罪犯 而且是经常让刑警识别的棘手罪犯 这个变态的男人正在看直播大逃杀 而他的同伙兄弟在现场施暴 先让你尽情逃跑 然后一剑把你的腿射穿 就像是玩狼捉扬的游戏 等你跑不动了 他们就团团围上来想进一步施暴 而就在这时 天空惊起一群乌鸦 KillerB急速冲刺 一剑就让这两个变态难归系 镜头那边的大包牙要被吓尿了 眼睁睁看着自己兄弟倒下 最后只看到镜头冒出一个异样的眼睛 而到了白天 他还是一副人畜无害的小男孩迷啊 甚至像往日一样给女朋友带红豆面包吃 但女朋友听说棘手的KillerB又出现了 十万火急的立马赶往现场 但现场早就一片狼藉 只剩下罪犯的尸体 刑警们永远都被KillerB抢先一步 现场除了标志性的字母B 仍旧就只有一根毛 为了将这个自认为正义的棘手罪犯捉拿归案 因此触动了退隐十余年的天才侦探祭司 这可是案件教科书里的人物 然而别人都在疯狂分析录像寻找线索 他就在旁呼呼大睡 还时不时做梦流口水 而另一边逃跑的大包牙 拿着枪在家里无能狂怒 恨不得一枪绷了杀自己兄弟的人 突然一个红毛闯入他家 并且直接怂恿他去公路上开坦克 红毛表示害你兄弟的人只杀罪犯 只要你把城市炸个底朝天 对方肯定会出手 这样你就有机会报仇了 但很明显他已经成了红毛的棋子 而这突如其来的坦克袭击 反而让重案组先炸开了火 组长马上派所有人员出动 希望立刻将其制止 另一边的黑鱼已经窃听了组内的所有对话 石头上还贴满了他咔嚓过的所有罪犯 他马上来到现场伺机而动 而此时大包牙丸的震撼 连大轮船都直接炸掉 行警队的小火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但红毛有自己的目的 直接释放特制烟雾阻断了所有雷达探测 重案组只能全被迫吃了不明尾气 不敢进隧道贸然追击 等刑警再次找到坦克所在之处 那里早就只剩个空壳了 这下只能通过技术手段搜索他们的藏身之地 结果查到半夜连根毛也没查到 而基斯智商高达一个亿 一眼就看出他们搞错了方向 随后拿出个黑板在上面乱写乱话 不愧是天才侦探 他真的靠公式准确找出了罪犯的藏身之地 是一处废弃地铁站 重案组立马动身前往 而如他所料 红毛和大包牙早就到过地铁站 但两人现在已经开上了大火车 现在就等于上钩了 果然黑羽永远比重案组更快一步 他刚降落 大包牙就嚷嚷着要复仇 但现在他已经失去价值了 被红毛一刀捅穿脑壳直接下线 随后像垃圾一样被丢掉 红毛不知道给谁发了个消息 然后跟黑羽扭打在一起 而红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也成了组织的弃乏 普通的刀刃并不能跟黑羽对钢 很快他就被划破脸皮 随后被一刀刺中脑壳 被黑羽放出的电流烧成灰烬 黑羽扬长而去 等刑警们第二天赶到现场时 火车已经摔得稀巴烂 祭司也知道自己下错了判断 镜头拉到天空一看 好家伙 这火车的排列形状 又是Killer必搞的鬼 这个少年在外人看来 是个人出无害的小男孩 而被地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 而且只杀罪犯 而现在他故意划破自己的手掌 借口跟老爹请假 实际上是他明白罪犯又出现了 他需要找个借口离开变身吧 亲自参加 所以弗波勒给全场布置了 接近完美的防御 但众所周知 弗波勒的智商堪比哥谈警察 罪犯们早就都混了进来 甚至有个罪犯 已经扮成了一个绝美花魁 一出场马上吸引了全场目光 因为光这套花魁的全身装扮 竟然价值两千多万 他和同伙的目的 正是要将这里 所有的上流人士全部绞杀 这么重要的场合 弗波勒也通过高科技 监视着现场的一举一动 只要有人逆流 或者做出异常的动作 还跟他说了几句悄悄话 明显是故意对他的挑衅 很快系统就识别出一个逆流的人 是刚刚跟黑雨擦肩而过的那个黄毛 他静止向市长走去 随后从盘子后掏出匕首狠狠刺向市长 好在弗波勒有系统的提前预警 才将他制止 但很明显这些罪犯 才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这只是犯罪的第一步 随着黄毛的一声口令 另一边的黑客瞬间侵入酒店系统 将所有的灯和出口紧紧关闭 现场的所有人 突然就成了问中之鞭 丧心病狂的黄毛 要求现场的人立刻杀死市长 不然就放出新型毒气毒 翻在场所有人 随后大屏幕的画面 出现了一个毒气的实验体 只要吸入了这种毒气 身体就会迅速被腐蚀溃烂点 而黄毛简直是个极度变态 他表示就算大家一起死 其他人也只能被称为倒霉的被害人 而自己的名字必定会名流迁事 警长无语吧 这他压得明明是一臭万年 好在傅波勒的大姐头 是个电脑超级高手 自信地表示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对手黑客的电脑干死机 而我们的男主黑羽 早就追着花魁来到了天台 而花魁却一脸计谋得逞的微笑 两千万随手一扔 从裙子下面掏出首围 就要跟男主干家 黑羽完全不知道他在刀到什么 于是一把刀扔了过去 正好命中一个箱子 里面是白毛提前就准备好的滑板 随后一跃而下 万丈高楼边如履平地 牛顿看了想乍关 两人的打斗正好被天才侦探基斯看在眼 智商高达一个亿的他隐约发现了不对 随后立马抢了傅波勒的车就要追上去 此人的滑板技术简直离大门 就算黑羽拥有异能翅膀都追不上他 甚至还能到着滑的同事回头 对着黑羽开两枪 两人路过一个无辜车辆 司机都懵逼了 随后不明不白地就被白毛打爆了车 就算是从悬崖上坠下 他也能稳稳踩住滑板 随后拿出小灵通给自己同伴报信 然后直接扔掉 引出真正的目标黑羽后 黑客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随后被一刀咔嚓 然后立马对着酒店放出毒气 人只要吸入一点就再也动弹不动 酒店人员一倒一大片 黄毛也被他的一个同伙小女孩拖走 而另一边得知消息的基斯却丝毫不慌 因为他早就看出 酒店人员压根就不是罪犯的真正目标 那些所谓的毒气顶多就是催眠气体吧 从罪犯的所作所为就能明显看出 这些罪犯都是沉醉于肤浅美学的小丑 是绝对不会选让自己溃乱这么难看的死法 而黑羽已经被花魁带到了一座岛上 他试图问出他的下落 然而白毛是各种二病重度患者 永远不知道在说的什么 没办法了那就只能开打 然而普通的刀刃依旧根本不能跟黑羽对纲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家伙竟然也是个异能者 他把腿变成了刀 两人的打斗异常激烈 而且招招诡异且致命 黑羽被一刀刺中大腿 但白毛却被刺入心脏 当场逼命 临死前他希望黑羽把他的腿剁下来给他换上 并且表示早晚用了啥 等机司赶到现场 只剩下水面的一层蓝色氧化涂层 而酒店里的毒气果然只是催眠气体 根本没有任何人受伤 重案组搞半天又被罪犯少得团团转 这个刑警在办公室偶然点开一个可疑程序 画面却显示着此刻自己的一举一动 这明显就是一旁自己手机的摄像头 这是重案组出了内鬼 而且罪犯们早就侵入了所有电子设备 监视着重案组的一草一幕 他火速拿出自己的电脑将数据拷贝 同时看他慌慌张张地想来帮忙 他却立马回绝 现在的他已是草木皆兵 只想着立马把资料装好 然后火速逃离 因为他明白从发现这个秘密那一刻开始 恐怕自己是在劫难逃啊 他连忙给大叔打去电话 试图用暗语解释情况 但大叔智商堪比毛利小五郎 正跟重案组其他人在祭司家喝的震汗 连个屁也没领悟到 他颤颤巍巍地进入电梯试图逃离 而当电梯再次打开 他已经被咔嚓在地上了 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手表 像是在传达什么信息 墙上仍旧是一个标志性的字母币 难不成真是Killer B搞的鬼 医生全力抢救才保住了警员的小命 并且解释到他在失去意识前 曾拼尽全力要求把手表交给天才侦探基斯 但众所周知Killer B只对罪犯下手 而且此时的他 还是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男孩 悄悄地跟在天才侦探基斯身后 基斯跟朋友聊天 他就穿上同样的服装悄悄尾随 像是在等什么机会 基斯智商高达一个亿 表面看起来在整日对着手表发呆 实则心里已经对罪犯十拿九稳 随后他回到重案组询问了某人的去处 镜头就来到了昏迷警员所在的医院房间 这个黑衣男就是真正的凶手了 他想给没死透的警员来个二次补报 但没成想基斯早就在这等他半天了 而且基斯一眼就认出他拿的刀竟然是自己家的 明显是白天聚会喝酒的时候顺走了 怀疑对象瞬间就缩小一大圈 再结合手表的线索 如他所料 凶手正是跟了基斯二十多年的助理理查顿 而这家伙可是个狠人 他表示会把基斯所有真爱的人全都夺走 就像八年前一样 随后拿起从基斯家顺走的刀 一刀直接把自己了结了 基斯上前查看 却被反手按了个手印 这是要把一切嫁祸给基斯 但是突然 等莉莉察觉到不对 感到现场时已经是一片狼藉 不过这兄弟是真的顽强 非得再栽赃一次基斯才肯咽起 这下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而此时的基斯早就被黑羽带到了天台 他醒来第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少年 正是把重案组耍得团团转的杀人魔 黑羽是根据花魁的指引找到的基斯 老人心指的正是基斯 并且黑羽试图问出优奈的下落 但基斯不慌不忙地倒了杯咖啡 表示黑羽一直痴迷于猎杀罪犯 并且每次在现场留下的标志性字母帝 其实是想向那个叫优奈的女孩 传递某种信息吧 但黑羽没有兴趣玩文字游戏 他只想知道优奈在哪 但基斯却表示自己也有想问的问题 明天十点平安四见 这个男人家里的墙壁上 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 因为他其实是个智商 高达一个亿的天才侦探 而就是这么个天才 却喜欢睡地板 下个楼梯都能摔得四脚朝天 刚爬起来甚至能在原地再摔一次 别人在疯狂追查罪犯的时候 他呼呼大摔 但他要是认真起来 只靠公事就能准确揪出罪犯位置 但他没成想跟了自己二十年的主 竟然被反派策反 自杀之后直接把罪名嫁祸在自己头上 作为重案组的核心人物 其他队友也看出了毛宁 所以对他的追捕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甚至大叔还给基斯亲自送去了重要资料 因为基斯接下来要见的这个人 正是近几年耍得重案组团团转的神秘杀手 Killerby 对于少年的名字 他只是象征性问了一下 因为基斯早就猜到了他的名字 黑语 或者叫十三号实验体 黑语万分诧异 仍只顾询问优奈的下落 自己体内的天性一直感觉到优奈还活着 基斯表示这在正常不过 随后讲起了一切的来龙去脉 因为从十六世纪开始 科学家们就试图将一种名为黑语的化石融入人体 但由于研究的逐渐腐败 非但没成功 反而创造出了一种精神失常的怪人 称为预兆之子 比如第一集里的红毛以及他的同伙 而腐败的政府非但没有制止试验 反而给他们专门创立了一个组织 名为造势者 直接背后里授权造势者们 可以随便制造混乱和秩序 这也就解释了 为什么军方都没用上的最新型坦克反派说开就开 连只老鼠都进不去的高级宴会 他们说进就能进 甚至差点用毒气毒翻在场所有人 而讽刺的是 通过某位科学家的基因编辑和对远古石碑的解读 试验后来竟然出现了两个成功的实验体 也就是黑羽和幽奈 而通过基因编辑成功创造他们的博士 正是祭司的父亲 而成功解读石碑的竟然正是年幼的祭司 而这本写着黑羽名字的笔记本 正是祭司父亲留下的 没等两人进一步深究 一个小女孩已经提前找上了门来 两个异能者的战斗能有多激烈 黑羽幻化出刀刃 只是冲击力一下就把寺庙的门炸得满天飞 奇怪的是这个女孩的刀刃竟然能和黑羽对杠 一瞬之间 寺庙的支架被尽数砍断 为了不让黑羽的眼睛控制 女孩甚至戴上了面具作战 明显是有高人指点 寺庙轰然倒塌 但黑羽毕竟是所有实验体中最成功的一个 随便一脚就将女孩踹出天花板 女孩直接晕了过去 不过总感觉一场演书好像在哪见目 但宰杀无数罪犯的黑羽可不打算手下留起 而一旁深知真相的基斯却疯狂阻断 黑羽将女孩抹杀 黑羽遗失的记忆猛然浮现 这不正是自己不惜手段寻找了十几年的女孩优奈 黑羽简直不敢相信 但优奈对其破口大骂 明显是被修改了记忆 甚至捡起地上一把刀 毫不犹豫地刺向黑羽 但少年此刻手掌的疼痛不及内心的万分之一 仍试图唤醒优奈的记忆 这看得一旁的基斯只能干着急 此时灯光聚焦 这个飞船就是反派的大本人了 而且此刻的黑羽已经被刺穿了肚子 而正是这种自杀行为 反而符合了石碑中的记忆 女孩逝去的记忆丝丝缕屡屡的恢复 对着黑羽轻轻叫出名字 步步的腹部的尖刀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但就在这时 一把突如其来的利刃将两人同时贯穿 这个人正是造试者的首领 突如其来的剧痛 使得黑羽不自觉转换成了战斗形态 但他已经在难有力挣扎 愿由对方将优奈夺走 愿由这个幕后黑手粗暴的把刀抽出 但这个名为接约的男人简直丧心并懒 竟然又叫出了两个手下 他们清楚黑羽之王的自愈力极强 所以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而一旁的祭司也终于打开了他的包 里面是一把看起来好像很普通的枪 但他有自己的计划 反派仗着人多疯狂折磨黑羽 企图耗尽他的体力 觉得差不多了 首领就大手一挥 密密麻麻的剑羽就从飞船上坠落 就连自己的同伴也不放过 而这些剑其实是有盗钩的铁棍 他们这是企图把黑羽带走 好在黑羽拼尽了权力挣扎才没被拉上去 但仍就是穷途末路了 而此刻祭司却突然从一旁现身 首领却一副轻蔑的样子 表示你随便打 反正我也有外挂 普通子弹马上就能自愈 而就在重弹之后 他才发现不对劲 自己的手臂竟然冒起了烟 一副马上要报废的样子 因为祭司清楚他们的弱点是蓝钢 所以提前烧制后涂在了子弹上 他的同伙立刻就警惕了起来 想要一枪崩了天才侦探祭司 而后面那个男人却奇怪地表示 绝对不能把祭司杀掉 要是再过几分钟整个身体都得完蛋 所以他们扛着优奈马上选择了撤离 只剩下祭司看着父亲的笔记本诺有所思 而黑羽也在后座陷入昏迷 不过他却终于想起了陈锋的记忆 小时候他就和优奈约定 只要对方需要帮助 就在随便什么地方造出这个符号 左边的B代表身为13号的黑羽 而四道杠则是对应着优奈的4号 所以黑羽才疯狂地在犯罪现场留下这个标志 甚至连火车都要摆成这个形状 但后来研究所遭到造试者袭击 两人被迫分离 而且带优奈走的这个男孩 正是如今造试者的首领接约 他的一只眼睛可以修改剂 所以优奈才被操控加入了造试者 基斯的父亲作为他们的创造者 却被鄙视年幼的接约被刺 而逃向另一边的黑羽也被包围 而且同伴却为了保护他甘心丧命 等他再回到研究所 只剩基斯的父亲掩掩一息 并且交给了黑羽一个笔记本 需要黑羽按上面的去做 随后黑羽回到同伴尸体旁 按照教授的要求 忍痛将他们身上所有的异能部位砍下 装在了自己身上 逐步成为真正的黑羽之王 这也解释了黑羽为什么能同时拥有 异能眼睛翅膀和刀刃 而黑羽之所以失去了那段痛苦的记忆 其实是被他自己的那只眼睛故意封印了 这个罪犯的房间每个角落 全部挤满密密麻麻的公式 而当刑警将其全部输入计算机 却得到这么一个图像 这分明就是自己的脸 而这个图像上的女孩 其实正是他们追捕的 罪犯基斯的妹妹埃莉卡 这也解释了 为何基斯会一直疏远历历 警局档案里明明显示 埃莉卡死于八年前的谋杀分尸 凶手是一个名为凯尔的变态杀人魔 但作为天台侦探的基斯 却始终不正地认为 基斯智力远超常人 昨天的他还是重案组的核心人物 现在不仅被诬陷成了逃犯 而且故意和杀人不眨眼的 Killer被窝藏在同一处 因为他清楚宰杀过无数罪犯的黑羽 必定清楚这个名为凯尔的人的底细 因为凯尔其实就是第一集 被黑羽一剑秒杀的那个变态男 果不其然 根据黑羽的描述 杀害埃莉卡的凶手压根不是凯尔 但当年在法庭上 凯尔却能一字不差地将犯罪细节全盘托出 这也印证了基斯的猜想 警局内部必定有更大的内鬼 而且其本身可能跟黑羽一样 并不是普通人类 他火速给搜捕他的警长打去电话 表面上警长劝详基斯先归案再说 实则两人已用理会暗语尽数交流清楚 因为警局的电子设备已经全被入侵 这点他俩在清楚不过 两人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 这就叫二十年的默契 但基斯再不归案 上司将正式对他下达通缉令 这把关心他的莉莉急得焦头烂门 他要求警长马上改变搜查方针 立刻全员出动 但警长却反常地让他滚出去 甚至直接没收了他的警卫 莉莉一边破口大骂着警长 一边独自开车去搜寻 但警长表面上将其勉了之 实则他早就清楚 所有的电子设备已被入侵 反派正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如果让反派得知了基斯的位置 必定立刻会置他于死地 所以他其实提前给莉莉的车新装了定位 而且给定位的系统加了特殊加密 这样就能在隐蔽的情况下 优先得到基斯的位置 但反派的科技简直离谱 就连心中的定位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立马破解 但基斯智商高达一个亿 他的去处哪有那么好找 粒粒东奔西跑 最后大半夜泪在荒郊野外也没找到 他肚子饿了想去干饭 却突然想起了基斯常给他做的奇怪料理 随后像突然领悟到了什么 立马朝着某个餐馆奔去 而这时候的黑雨坐不住 他跟基斯见面 只是想知道造试者的老巢所在 好救出朝思夜想的优奈 但基斯大半夜非得要求去一个餐厅吃饭才能说 黑雨觉得自己被耍了 想要一刀砍了这个油嘴滑舌的臭侦探 但最后还是无奈妥协跟着基斯去干饭 因为优奈的消息胜过一切 基斯指向天空 黑雨实在没想到造试者的老巢竟然在太空 而就在这时 粒粒突然感到 这实在让两人错不及防 自己家的可爱小孩 竟然跟一个逃犯侦探混在一块 愤怒的粒粒对着两人疯狂输出问罪 但她不知道 黑雨其实就是耍得他们重案组团团转的杀人魔Killerby 这种情况下 可不是基斯两人随便编两句话就能混过去的 明显鬼都不会信这种鬼话 但粒粒到来的同时 也代表着造试者得知了他们的位置 一个女孩拿着连发巴雷克找到门来 反派能有多猖狂 明明是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 但是把手心的标志一亮 赶来的福波勒剑状甚至都得给他进个礼 表示要不要再帮你杀两个人 你把我俩杀了都行 军方都没有的最新型坦克他们说开就能开 要不是黑雨阻拦 差点就把城市炸得底朝天 就连基地的位置都是在绝对安全的态度 因为人家的老大 背后里其实是警局的顶头上司 他们所有犯罪活动其实都是政府默许 科技水平更是甩正规警察几条街 比如这个女孩用的巴雷特 狙击枪直接能打出机关枪的效果 这绝对是开挂了吧 他们想杀谁就杀谁 就算是天才侦探基斯也不例外 再不反击迟早要被打成马蜂窝 黑雨顾不得身份暴露 直接舍弃了莉莉眼中的乖乖男形象 立马转换成了战斗模式 一个百公里加速 区区失败的试验品 在黑雨之王的眼里连求饶的资格都没有 黑雨的见天生就是他们的克星 所以一见就让这个搞偷袭的老六灰飞烟灭 但这让女孩的妹妹急眼了 对着老大喋喋不休 嚷嚷着非得去报仇 但老大有自己的计划 还轮到他这种残刺品指手画脚 随手就跟抓小鸡一样把他拎起来掐断了起 然后像垃圾一样被丢到一边 碍事的人解决了 就是时候让潜伏的内鬼出动了 但他不知道 这都在天才侦探基斯的预料之中 看似基斯是回中暗族主动归案 实则基斯已经掌握了证据 他第一集递给吉尔伯特那包烟里就有窃听起 基斯八年前就怀疑他是那个内鬼 而且也是杀自己妹妹的人 这下有了确凿证据 不怕走漏了风声导致他提前跑路 众案组经过商量 一致同意把莉莉作为幼儿区跟他单独见面 因为莉莉简直跟基斯的妹妹埃莉卡长得一模一样 有这种机会吉尔伯特肯定会忍不住下手的 莉莉先假装呈三更半夜没法坐巴士回家 然后就等于上钩了 吉尔伯特果然上岛 带着莉莉就上了贼车 众案组不光在莉莉身上装了定位 而且大叔两人开车一路尾随 然后伺机而止 毕竟是多年的同事了 一路上莉莉两人还有说有笑的 甚至半路还不慌不忙地洗个车 但这让众案组经出一身冷汗 生怕莉莉真出什么意外 还好车辆继续正常行驶 转眼来到了一处几千万的豪宅 然后定位显示两人缓缓往里面移动 但这压根不是莉莉的家 而是吉尔伯特的家 看来对方真的要动手了 但这豪宅里面破破烂烂的连个灯都没有 明显很多年没人住了 大叔两人黑灯瞎火地追着定位 绷紧神经挨个房间搜查 突然他们听到二楼某个房间有一响 立马警惕地赶上去 然后一脚踹开门让对方束手就擒 但这个吉尔伯特嘴里说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回过头的那一刻重案组惊呆了 这压根不是吉尔伯特 而是反派造势者的人 定位在这里 只是因为对方穿着粒粒的衣服故意引诱来的 而且身上还绑着十几公斤的炸药 真正的两人估计在洗车时就被调包了 不愧是反派里最封批的两人 一下都没犹豫就引爆了炸弹 直接把曾经几千万的豪宅炸得稀巴烂 企图把大叔两人炸上天 好在侥幸活了下来 而镜头来到一处暗室 莉莉正任人摆布地躺在一张破床上 这个女孩太倒霉了 她的任务明明只是当幼儿引出卧底 现在却真的被卧底抓了起来 甚至还要被肆意玩弄 而面前这个男人简直丧心病狂 她表面作为法医 跟重案组共事工作十几年 背地里却在刑警们眼皮子底下疯狂杀人 十几年来无疑人怀疑她的内鬼身份 而她抓莉莉的原因 竟然只是因为她长得太像自己的初恋埃莉卡 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 埃莉卡明明就是她亲手杀死捡破的 所以她其实是各恶趣味的变态杀人魔 而且专杀亲近的人 比如这里躺着的她的父亲 而重案组织到自己被摆了一道红 开始疯狂追查她和莉莉的下方 甚至为了排查他们的车辆去向 警长直接私自调动了两颗卫星 但奇怪的是 卫星只显示他们去过一处海上医院 而这个医院跟警局唯一的联系 就是定期会给警局的法医捐献一体 昏迷的莉莉极有可能被假装成尸体送到了警局 而这也就说明 而大姐头这时候震惊地发现 下班记录显示吉尔伯特压根就没有达卡走人 也就是说现在的吉尔伯特就在这栋楼的某个地方 基斯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立马调出警局三百年来所有的施工图 重案组傻眼了 这么大一个密室就在眼蹄子底下 八年来他们却连根毛都没发现 警长想请求支援 但被基斯当场拒绝 两人火速赶往吉尔伯特的办公室 基斯智商高达一个亿 顺着蛛丝马迹就找到了密室开关 然后乘坐电梯缓缓来到地下密室 但两人警惕地打开密室的灯 映入眼帘的是数字不尽的尸体 石床上也只剩一滩血迹 莉莉和吉尔伯特早都不见了踪影 而这时候基斯的手机突然响起 吉尔伯特竟然主动给基斯打来了电话 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 想引诱基斯跟他玩一把侦探游戏 随后一把将手机摔烂 然后给值班的警察帮帮两枪 明显他这是想抢警察的车去某个地方 而基斯两人来到一处停尸房 莉莉正光溜溜地躺在死人堆里 好在只是被注射了某种药物昏迷霸 随后将他立马送到医院救治 没几天就生龙活火 而只有基斯注意到莉莉被救世嘴角的胶囊 里面其实是吉尔伯特留下的线索 他假装在医院照顾莉莉 实则是单独去找吉尔伯特做的了结 但被他找到的吉尔伯特不但不慌 甚至还一遍遍放着解剖他妹妹的录像刺激基斯 这他压得简直离谱 基斯当即举起枪就要崩了他 而他却认定基斯不会开枪 因为他知道基斯从没有亲手杀过人 而这时候的重案组也发现基斯单独行动 随后顺着线索赶来 而吉尔伯特把枪对准门口 原来他的目的就是挑战基斯的极限 可能这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艺术 女孩醒来发现身上光溜溜的 甚至还要被眼前的男人肆意玩弄 但他没有屈服 因为即使身处万米高空的反派基地 他也知道黑羽已经在来救自己的路上 果不其然 此时的黑羽身处悬崖之上 等待许久后 煞时间狂风骤停 但下一刻更加猛烈地上升气流暴冲而起 黑羽一跃而下 按照基斯的解释 只需要在距离压底20米张开双眼 便能一飞冲天 直至翱翔至万米高空 但这还不够 黑羽顶着凛冽的风雪冲出云层 穿梭在云层之上 随后再次将羽一变换 朝着遥不可及的星星飞去 高空的极寒空气甚至使他脸上结出了冰 但即使是异能者 也很难承受住这种万米高空的极端环境 黑羽的皮肤开裂 羽一渐渐破碎 好在成功降落 黑羽便换出刀刃开闭入口 成功进入飞船内部 不过就在这瞬间 优奈的头发变为了反色 黑羽也没有例外 因为这印证了石碑的记载 这将是黑羽之王的最终一战 但这是一个自称接约的男人出现 他表示要成为新的黑羽之王 黑羽反手幻化出刀刃 跟他扭打在一起 这家伙也算半个异能者 所以跟黑羽打得有来有去 但没打几招两把刀全被黑羽砍断 黑羽只想问优奈的下方 但此时的男人已经接近癫狂 因为他其实只是个傀儡 那个真正名为接约的首位 有着和黑羽一样能操控记忆的眼睛 所以这个男人其实从小就被真正的接约操控 现在派他出来只是拖延时间罢了 黑羽无奈给了他最后一记 看着他化成了灰 但真正的接约已经开着直升机 带优奈去了某个地方 将优奈绑在石碑上后开始疯狂折磨 完事后甚至丧心病狂地直接引爆了基地 企图把黑羽炸死 但好在黑羽之王自愈力极强 虽然面目全非 但还是活了下来 按照基斯的情报很快就找上了 看着受伤的优奈他越发愤怒 但根据石碑中的记载 黑羽之王越靠近石碑 能力将会被禁数削弱 包括他引以为傲的自愈力 趁着黑羽体力不支 杰月甚至不讲武德地拿出了手枪 直到黑羽动弹不多 杰月认为自己终将如石碑记载命运能力 成为新的王 没几分钟就把黑羽折磨得不成样子 甚至怕黑羽没死后还不忘补两枪 随后朝着优奈走去 打算解决掉优奈 但杰月还是大眼 眼看优奈再次被折磨 黑羽爆发最后的力气强行挣脱树 打算做最后的挣扎 但这次自己的异能手部也被直接斩掉 杰月打算彻底终结没有了武器的黑羽 但没成想 就在这一瞬间 黑羽竟然将腿变成了刀 这正是第二集里的花魁赠你的剑 没想到真的出其不意派上用场 杰月在空中无法躲避 普通的刀刃也无法跟黑羽跪高 所以直接表演了一波分头行动 尸体也黄黄化成了灰 黑羽终于成功将优奈救出 两人过起了正常的生活 优奈甚至还上了大雪 而黑羽表面仍是那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小男孩 但在背地里疯狂惩罚罪犯